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天凌晨五点 莱州中华武术学校的起床铃都会准时响起 范志远是五校里年龄最小的学生 虽然只有六岁 还是懵懂的年龄 但他同样要和大家一起完成所有的训练 中国武术讲究童子功 练武之人一般都会从幼年时期开始接受系统的武术基本功训练 范志远一年前来到五校 从最基础的训练开始 现在他已经能够熟练打完一套五步拳 高权 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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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领范志远训练的是吴亚南 他既是老师 也是师姐 因为吴亚南本身也是五校的学生 让优秀的高年级同学带领第一年级同学训练 是五校的传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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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亚南今年19岁 专业级练传统枪术 他八岁进入五校 十一岁正式拜师学习枪术 已经熟练掌握了多种枪术套路 《枪》的起源历史悠久 《招待从书》《甲集》《兵杖记》中记载 《十路约》 皇帝与吃油战即有枪 枪是冷兵器时代的重要格斗兵器 有百兵之王的美誉 枪属于长兵器 锋利尖锐 使用灵变 枪头可刺可斩 可刺穿盔甲 枪杆可格挡兵器 也可棒打或投掷杀敌 比棍棒类盾气杀伤力更强 枪在历史上有过不同的名称和造型 最早是以长矛的形式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 中原各国以战车为主 将士除了使用刀 弓箭之外 还配备有极 锚 割等兵器 枪就是由长矛发展而来的 我国古代还有与枪的形状 材质 特点极为相似的朔 汉代的长兵器四侧重极 锚 到了近代 因为长矛使用不变 开始逐渐流行用枪 枪头较以前略小 已与后世的铁枪头类似了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 枪成为战场上杀伤力更强的兵器 从唐代开始 称锚为枪 唐六点记载 唐枪分七枪 木枪 百杆枪和坡头枪四种 无论从形制还是枪法的套路演练上 都已日趋成熟 真正形成枪法并载入兵书的 是始于宋经时期的梨花枪 梨花枪为宋经时期杨妙真所创 宋史李泉传载 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 明代长宗游说 世人尊枪为义中之王 盖义以长济 无余于此 七济光所著的《济孝新书》中 也谈到枪法 变幻莫测 神话无穷 在小智远的眼里 师姐手里的枪上下翻飞 虎虎声威 形如蛟龙穿云过海 对于自己的这个徒弟 最了解的还是师姐吴亚南 他早已发现了 小智远对枪的喜爱 但是这么小的年龄 究竟是否适合练枪 这让吴亚南左右为难 因为五校里的学生 开始学习枪术 一般都在十岁左右 对于只有六岁的小智远来说 根本没有适合他身高的短枪 历史上 枪因为用法的区别 长短也不一样 1.83米称步下枪 2.33米称花枪 2.73米称中平枪 4米为大枪 5.33米为大杆 6米称为毛 11米长的为毛竹大杆 现代武术中枪术竞赛套路 所用的枪 长度因人而异 一般情况下 是使用者手臂 向上举过头顶 自然伸直 从中指到脚跟的高度 就是枪的长度 如果小智远从现在开始学习枪术 他就必须得有一把符合他身高 并且特制的枪 而且要随着他身高的变化 不断加长尺寸 对于这一点 乌亚男并不是十分担心 他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帮小智远做到 他最担心的是 一个六岁的孩子能否坚持下来 老舍的小说《断魂枪》里 在描述刀棍枪系练的难易程度时说 越棍 粘刀 一辈子枪 仅仅是担 拿 扎这三个动作 不下苦功就很难做到精确 小智远如何开始学习 他能坚持下去吗 乌亚男决定 请教自己的教练胡丰山 走 快 胡丰山 莱州中华武校校队教练 国家武术六段 在中华武校担任教练十多年 乌亚男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 从古至今 传授枪法的师父们 都面临一个相同的难题 好徒弟可遇不可求 小智远在同龄的孩子中 具有超乎寻常的耐力和吃苦精神 这是一名习武者必备的素质 乌亚男最终决定 打破常规 因才施教 乌书在手臂录中记载 枪术的基本功就是戳阁之计 戳是功 阁是房 相传 吴叔等人出学枪法时 早晚各训练一次 合计要扎五百下 这样的练习甚至要坚持十年 或二十年之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蒙古大草原 这里天高云淡 原野广阔 从候鸟到湖泊 从骏马到牛羊 曾温柔 无数次见证草原民族的 烈马弯刀 长枪短剑 曾经的传奇已经成为历史 但冷兵器时代的盛景与色彩 不朽的精神和价值 在千年之后 依然是这片草原的传奇 王沈 王沈 一位冷兵器的爱好者 自从十年前来到这片草原之后 每天席练长枪 成了他必修的功课 最近王沈为参加一项 国际冷兵器格斗赛做最后的准备 他选择枪作为自己参赛的兵器 每个厉害的英雄或者武将 都有一个自己特殊的兵器 我就想追求枪的这种对抗性 我喜欢枪的整个传承的文化 我要了解到枪这种用途 自古以来 中国武术的学习和传承 将就师徒相传代代相受 这是中华武学绵延千年的教学传统 然而王沈却另辟蹊径 在枪法的席练上 他并没有拜师学艺 而是从辛苦密德的一本本武学书籍中 认真研读一招一式 每一个招式 从书本到实际演练 都是一次想象和创新的过程 但是青龙县爪这一招 王沈就沿袭了很久 这是王沈重点琢磨的招式 但让他困惑的是 不同古籍中所描述的 关于青龙县爪的枪法要诀 存在差异 枪术 动作要领都有所不同 在七季光的绩效新书中 对青龙县爪的描述是 乃孤艳出群枪法 世事之中招招之内 发枪扎人不离式法 成宗游的长枪法选 则主张攻守反击后 进一步刺激 如何及各家所长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枪术 做到人枪合一 这是王沈迫切想要突破的地方 吴叔这个人我一直觉得是我的偶像 他写的就是手臂录 绩效新书它相当于枪法的小学课程 长枪法险相当于枪法的中学课程 然后手臂录相当于枪法的大学课程 唐代史 枪术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一击一次 而是具有了多样化的技能特征 套路练法逐渐成熟 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著作《五经总要》 是在宋朝完成 并明确了枪的种类和样式 到了明代 枪术分冰枪和油枪 冰枪主要用于军事格斗 注重战场的厮杀 油枪是在枪术比赛的油场进行的比赛 注重体育竞技和枪法的精妙 在实战的时候这个枪法很重要 咱们两个相对 王沈已经研习了一段时间的青龙县找 那么他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 王沈决定在实战中寻找答案 为此他特意约来好友比武切磋 在对方进攻我的时候 然后进行防守反击 只要把对方真的这个防守 晃出来之后 我就可以把青龙县找放出去 然后有效地杀伤 青龙县找的威力在于出枪的时机和速度 要做到一击击中 就要求枪手的枪尖 鼻尖 脚尖 在一条竖线上 使周身之力集中在一点 瞬间出枪 形成爆破点 为了检验这一招式的力量 王沈需要进行测试 他首先用枪杆进行测试 刚才这个刺了一块石板 这有点裂 这一次 王沈给长枪装上枪头 在厚度约五厘米的石块上 进行刺扎 以测试青龙县找 在实战中的攻击效果 他的杀伤力非常恐怖 过去讲的一句话叫 枪不破甲 如铜不炸 这个人穿上很重的盔甲 一枪要把盔甲刺透 把这人刺杀 你刀你不可能做到 一寸短 一寸险 一寸长 一寸强 兵器短 必须接近对方 才能攻击 承受的风险更大 兵器长 攻击范围就越广 攻击威力就更大 中国冷兵器中的枪 是一种刺杀长兵器 多用于大兵团战阵可攻可守 长枪步兵结成阵型 密密麻麻的枪杆构成一道屏障 近可以攻击对方的步兵 退可以防止骑兵冲击 在进攻中 枪的优势在于快速 迅猛 可以破甲 可以杀敌 在冲锋陷阵中直来直去 收发自如 并且能够在运动中出击 冲得越快 威力越大 所以古代骑兵步兵 都以长枪为最重要的装备之一 我这枪本身就长 假如我用三米的 我斩腰送胯 再加上我胯部 我可能枪这一次出击就是六米 你的那个一次劈刀 加上斩臂再加上胯部 你可能这个挥击只有两米 我是你的三百 正因为具有强大的攻击能力 枪成为各个朝代最重要的兵器装备之一 在唐朝李全编撰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四中 详细记载了唐代步兵所装备的各种武器 其中包括枪一万两千五百根 弓一万两千五百张 配刀一万口 磨刀两千五百口等 其中枪是当时军队必备的重要武器之一